先利用1T1侧中主线进行分区 为了令侧发区的轮廓线最终形成一个后倾30度的线条 第一发术要在水准线上前上方30度的位置取一个发片 将发术稍稍向前方拉出 并且与发片线、切口都成90度的角度 理解并领悟该拉出的角度 是学习本发型剪裁时应掌握的要点 第一发术不做提起 利用后倾30度的发线进行剪裁 发片线和引导基准线间要成平行状态 为了令左右能够相对称 第一发术的右侧发区剪完后 应立即进行左侧发区相应部位的剪裁 这里需要掌握的要点 是梳理头发时 要令头发发术与发片线以及切口间分别成90度的角度 开始剪裁时 要留得稍长些 然后再进行精简 注意不要剪得过多 第二发术也是不做提升进行剪裁的 第三发术 要利用第二发术的延长线剪切到前额区部位 至此第三发术剪裁完毕 另一半的侧发区也要同样进行剪裁 同时要检查左右侧是否相平衡 第三发术前额区的左右侧是相连的 请检查分区线 Point 第一发术的设定角度过低的时候 后颈区容易被剪得过深 需要注意 因为是从这一发术起开始做提升处理的 所以应再提起相当于一根手指的高度后 再进行修剪 这部分的量将会与小层次的部分相重叠 第四发术剪裁时 应当提升相当于两根手指的高度 前额区侧也要进行同样的提升操作 Point 放入手指测量角度 必定也只是一个目标值 待习惯后 不放入手指也能够把握好这一量的 第五发术剪裁时 要提升相当于三根手指的高度 注意发术不要扭曲 梳理头发要与引导基准线间呈垂直方向 提升时要从一根手指的高度测量 不断地提升到四根手指的高度量 这里需要理解的是 发术每次提升时都会逐步地趋向于圆形 为了令其与各切口间呈90度的角度 剪裁时应朝着偏扇形的方向进行疏理 请目视确认剪裁后的小层次感 第六发术要提升四根指头的高度进行剪裁 前额侧也要同样地做提升剪裁 第七发术同第六发术一样 是要提升四根指头的高度进行剪裁 至此侧发区已修剪完毕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同样进行剪裁 前额侧也是同样要做提升剪裁 前额侧也是同样要做提升剪裁 请目视确认修剪后的小层次感 要注意甲发的角度 沿后脑区的发源线去发片 令头部向前倾斜15度 在侧发区剪切线的延长线上 利用梳子拉剪 剪好侧发区时 同时确认应该将甲发向前倾斜15度的角度 利用梳子拉剪的方法 也要一并进行确认 换取过了一条线上 前额侧的确认 雇用梳子拉剪裁 在侧发中价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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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可请人们 也要用筷子拉剪裁 在侧发中价格的方法 在侧发中价格的方法 通过了不许可护裁 利用梳子拉茧的部分不做提升 用手握持的状态进行修整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立即同样地进行裁剪 此时请确认左右侧的发长 左右同时减第一发数 先做出一个引导基准线 此步骤是塑造后清造型轮廓线不可缺少的部分 为了令左右侧的线条相对称 轮廓线的确定需要谨慎操作 第二发数也是在不断提升的状态下进行剪裁 利用侧发区的延长线去引导线 利用侧发区的延长线去引导线 第三发数也是在不断提升的状态下进行修整 第三发数要提升一根指头的高度后进行修整 请注意头部的圆形弧度和拉出的角度 因为梳理时是要令头发发数与引导线的基准成为90度交叉的 所以拉出的角度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 第四发数要提升相当于两根指头的高度进行裁剪 自第四发数起需要多提升一根指头的高度进行削减的 请在此环节掌握这一梳理技巧 提升的调取高度和梳理时的拉出方向会形成小层次的幅度 剪切过程中要培养自己的感觉 该类发型要纠缠多大的小层次才能体现出基本的轮廓 人称发型的设计全来自于左手 似乎这并不过严 将身体循循的向正中线方向转动 以令发数呈放射状圆形分布 另外转动身体时重要的是还要意识到 切口要与另一边侧发区的脸形线相衔接 同时请注意自己剪发时的姿势变换 第五发数要提升三根指头的高度进行修剪 为了能够将发数剪切线成垂直方向拉出去 应该注意手指的角度和拉出的方向 稍作一步法去观察打点带有发片线的假发时 左手使用右手工作的人的位置和角度 并来到头部周围的哪个位置 并要利用身体感悟这种感觉 Point 所取的发片要与发原线相平行 以发原线的第一发片线作为基础 向顶部逐步平行地取发片 第六发数要提升相当于四根指头的高度后进行修剪 注意要令其与侧发区的提升高度相一致 第七发数要同第六发数一样提升相当于四根指头的高度进行裁剪 至此后脑区修剪完毕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同样进行修剪 对后颈区的头发进行检修 将与标准线相比多出来的不必要的部分剪掉 请注意头发的梳理方法和发术的拉出强度 检查后中线的角度 颈窝以下的部位不要将头发挑起 只是检查角度即可 透过逐步提升设定角度的方法 从便为侧发区插入角度转角的后中线开始进行检查 确认左右侧有没有构成同样一个圆形弧度 后颈线也是吹干的 后头发重叠最明显的部位 所以请再次进行检查 至此剪裁完毕 剪修时注意不要修剪的过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设设计的要点要在于设定颈后区位于躲颈发际和肩部前上方30度的标准线 刘海要修剪到鼻尖位置左右 另外修剪小层次的目的就是要在锐利的线条中彰显出自然圆润的美感 做精修的时候也是要充分的利用近似于平面状态的小层次来强调打造圆润感造型的这一主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